有一位算卦的先生本领强,神机妙算不寻常,他算得北京前卿有皇上,他算得皇上的媳妇准叫娘娘,他算得五谷杂粮就属这蚕豆的个儿大,他算得地下的庄稼就属高粮长得长,他算得爷儿仨走道啊,他爹的岁数大,他算得媳妇的妈妈准是男人的丈母娘, 默默了这卦算得更准,他脑子惹定长在脖子上,这是刘宝瑞先生当年念的一段定场诗,我印象里应该是最长的一段定场诗,不过我觉得挺有意思啊,今天念给您听听,还是那句话啊,您要是不喜欢定场诗这种形式,您留言区赶紧告诉我,咱们立马打住,别多耽误您功夫,得嘞,这废话就不少,咱们赶紧呢,书归正传, 哎,说实在的这第二次清准战争,也就是乾隆皇帝啊,征伐这个叛乱的阿姆尔萨纳,其实啊,这场平叛战争,这仗打的不热闹,没有什么过多的战争情节可讲,不过啊,他人物有意思,您就拿这第二次清准战争的主帅而言吧,他本身呢,就是个笑话,那这人是谁啊,侧棱,扭葫芦侧棱,满洲湘黄旗, 哎,这个后京开国五大臣之一,额一都,那个是他老祖,太师厄比龙,是他爷爷,他有一个兄的呀,咱们熟,咱们讲过,就是一打金川的时候啊,那个派往前线的大学是,乐钦,那么说他怎么成笑话了呢,他这笑话不老少的呢,咱们呀,漫漫说不着急,哎,他祖上啊,这笑话也没少闹, 您就比方说吧,这个侧棱的爷爷厄比龙,这厄比龙啊,就有一阵子放糊涂,抱错了粗腿,他呀,下定了决心的追随敖拜混,可是没想到啊,这敖拜后来坏了事,让这个康熙皇帝带着一帮小侍,一通锤不算呢,还给关起来了,咱们呀,再说他上呗,他上呗,他有个书啊,叫阿灵阿,这,您听着也得耳熟,这是雍正朝的人, 也是啊,抱错了腿,站错了队,他是谁的人呢,他是八爷党,这名词您听着熟吧,咱们讲的九字夺笛的时候,也没少聊这个词,咱们再说说呀,他这个弟弟,比他早出场的大学生乐钦,这乐钦呢,乾隆皇帝一直想把他历练成自己的骨功之臣,没想到啊,到了前线之后是有多大脸呢,就陷了多大的眼,最后这乾隆皇帝派了侍卫, 攥着他爷爷的恶臂龙刀啊,就用这口他爷爷的刀,哎,把他正法军钱了,好,家号裹一工,一品大学士,咔嚓一刀,在营里就给宰了,就这件事啊,也是这乾隆年的挺大的一个大笑话,哎,这讲前讲后啊,这故事就得讲到啊,这个侧棱这儿了,哎,关于这个名字呀, 我不知道在清朝那会儿,这名字是叫的比较鹤立独行好啊,还是叫的比较普通好,如果说叫的普通好呢,那这个侧棱这个名字呀,应该算挺普通,它普通到什么程度呢,哎,它深受大众喜欢,这个满洲人的蒙古人都喜欢这个发音, 您比如说吧,这个大小侧灵,哎,还有这个侧棱,不管是哪个灵啊,哪个棱,您现在的文献上,您能分得清谁是谁,还有啊,就是车灵,这些个名字,其实啊,都是一个发音,无论是用满语或者是蒙语拼出来呀,哎,都一样,好就好在呀,如今呢,您都掌握汉字,咱们才能啊,用不同的汉字,把这些名字呀,都标注出来, 这蒙古人的满洲人呢,当年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侧棱,就像那欧美人呢,给这孩子随随便便取个约翰汤姆史密斯,这汉人呢,起个张伟啊,刘京之类的,总之啊,朗朗上口啊,很好叫,很普通,要说啊,这个纽葫芦棱啊,他受这个祖祖蒙音,官运的一支还不错,他呀,历任过广州将军,梁广总督,四川总督,在这个四川总督的镇上啊, 主要是为了让他帮着复衡参赞军务,因为那会儿啊,正是这复衡啊,一打金川的时候,这草原这边的乾隆皇帝,刚准备一打准盖尔的达瓦奇,就把他呀,调到了草原,这一开始啊,给的官口不小,让他呀,去乌里亚索台,并且呀,给了他一个定边左副将军的官方,有人说,不对不对吧, 这不是后来阿姆尔萨纳,才是这定边左副将军的吗,那会儿啊,这阿姆尔萨纳,还没来归降呢,这阿尼来归降的时候啊,第一站就到的乌里亚索台,就是这个侧龙接待的他, 这侧龙说啊,你这样去见皇上可不行,你得把你的部众先留在乌里亚索台,我暂行先把他们安置,你不能有多少人都把这些人带到北京城去吗,其实这里边暗含着还有一层意思,这武将啊,他本身就瞧不起这叛逃而来的人,就在这阿姆尔萨纳进京的时候啊,哎,从北京城啊,来乌里亚索台,一位办事大臣,就是时任湘红旗满洲都统,兼公布侍郎, 书木鹿,书木鹿,哎,这个人呢,可是文武双全,您别看他是个武职,到后来啊,他可做过这个汉连院的长院学士,并且啊,人家这个学问啊,是家传的,提起他来啊,您可能不知道,哎,他爷爷啊,在咱们书馆里可提到过,谁啊,就是当年的李不侍郎太子少保徐元梦, 这个是正经八板的帝师,太子的老师,就是教那个康熙朝废太子应仁,咱们讲九子夺狄的时候,有一集不是说了吗,这废太子应仁啊,当时做太子之时,竟然在康熙皇帝面前就把老师给打了,挨揍的,就是这位帝师徐元梦, 有人说,这说书的你不是胡说天了吗,这徐元梦他姓徐,听着就是一个汉人,他怎么又成了这个舒默书克德的爷爷了呢,哎,这您可就问着了,我跟您说说啊,这徐元梦他可不姓徐,他是正经八百的,整白旗满洲,他的名字呀,叫做舒默书元梦,哎,至于他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呀,您得问他爹去,我也不知道,这舒默德来到乌里亚苏台之后啊,就问这个侧郎,说, 老愣啊,在半路上啊,我看见一队马队也风风火火的往北京奔驰,那是什么人呀,这侧郎说,这不是新头城来的这个准嘎尔部的灰头部胎籍,叫做阿姆萨纳,皇上说要见,这不去热和见皇上了吗,没上北京,这说的一听啊,这没头子可就皱起来了,说这人我可听说过呀,草原上的枭雄,诡计多端呐,野心勃勃, 一直啊,想做这个准嘎尔部的大汗,只不过呢,作为一名外姓太子呀,他的这些想法都没能得逞,早就听说呀,他跟这个达瓦奇是一磨的,这是因为分赃不均,俩人闹了矛盾,才想起头咱们大清来的, 我看了看呀,他安置在这个乌里亚苏台的这个两万多部众啊,广是能争善战的兵士就一万来人,这可不行,咱们呀,不能让这个皇上蒙在鼓里,咱们得给皇上出主意,你我呀可都是天子尽臣, 咱们呀,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阿姆尔萨纳把咱们皇上,把咱们朝廷糊弄咯,这侧棱啊,人如其名,那就是个棱子,他哪有这份心路啊,他呼噜呼噜脑袋呀,跟那个舒克德说,说这舒的人呢,您说的可在理, 我琢磨琢磨是这马子事,您说出个章程来,我定理您呢,马首是瞻,这舒德他多鸡贼呀,他眼珠一转呢,他琢磨呀,得,既然你这么说了呀,不管这是功是过,还真得你去干去,我是啊,让皇上派到这乌里亚苏台呀,有别的功干呢,我无端的插手这件事啊,让皇上知道了,非得骂我狗拿号的都管闲事,这俩人是不知道,这会儿的乾隆皇帝 已经在热河接近了阿姆萨纳,这两个人的关系就好像那个潘金莲哥西门庆,两个人那个挑帘才一之后啊,哎,这乾隆皇帝呀,可就喜欢这阿姆萨纳了,实际上呢,这别人看不出来,这两个人的心里也是互相利用,这阿姆萨纳呢,想借着乾隆皇帝的兵打回草原去,乾隆啊,也想借着此事收复墨西蒙古,有这么一个熟悉当地的 人来投啊,他当然当成宝贝了,可是这会儿啊,远在这个乌里亚苏台的舒克德和策棱,这二位啊,可不知道乾隆皇帝是怎么想的,这舒克德呀,就穿着这个策棱啊,写了一封奏折,这策棱在奏折当中说,阿姆萨纳这样带兵来投可不行,咱们必须啊,把它的步众难迁,搁在一个地儿还不行,还得分散开来, 一部分呢,放在张的口,一部分呢,放在热和,这样还不算,他的家眷呢,您最好还要扣在京城,这样呢,您把它放到草原上去替咱们大青条打仗啊,您还能挟持他,这策棱写完这封奏折之后啊,跟这个舒克德说,说的人,干脆这封奏折呀,算咱俩联名吧,这有功劳啊,咱们得一块得不是, 这舒克德联盟推辞说别的大帅,还是以您一个人的名义啊,奏上去吧,这事啊,您理应过问,我呢,是皇上派来干别的的,给您出主意都算是跃拳了,让皇上知道,非哀骂不可,没过多张时间呢,八百里琴吉,这封奏折就传到了乾隆皇帝的手里,这乾隆皇帝一看呢,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,乾隆皇帝心了话说了,侧棱啊,侧棱,你懂个屁呀, 我这是真的那么信任,跟阿姆萨纳就那么好吗,那郑公我还不是想利用利用他吗,哎,就凭你这心路啊,你确实你也看不出来,这主意啊,他不是你想出来的,一定是啊,这舒克德在后边啊,给你出的主意,于是呢,乾隆皇帝为买这个阿姆萨纳的好啊,就一道旨意,把这个舒克德调回了北京,听后发落,至于这侧棱嘛,哎,这折子不是你写的吗, 你就现实报吧,一下子啊,所有官职全勉,就给了一个副都统的弦,带领着几千人啊,驻守巴里坤,替这个清军守着这个南县的大北营,这侧棱啊,这边气就别提了,他首先生的是谁的气啊,首先就是气皇上,您说我给您出个主意,他本来也是这份道理,咱们防着点,总没坏处吧, 再怎么着,也不至于一下子把我这官降的这么多啊,可是啊,这臣子生皇上的气啊,也只能按切按憋,哎,饶是这样吧,你还得呀,上赶着,给这皇上写谢恩的折子,第二个气的呢,就是这个舒克德,他说这个老舒,哎,我怎么还降倍了, 我说,你怎么横拦着,树拦着,不让我在折子上连你的名呢,原来是这种后果,我呀,算是受了你的算计了,不过呢,这侧郎有一点好,他是这大清朝的一块砖,用到哪儿啊,往哪儿搬,既然咱们降了职,皇上让咱们呀,驻守巴里坤,咱们就把这个工作做好,做好这个呀,西路军永长大帅的侧应,谁想到我这人在家中做的货从天上来, 眼看着,哎,这大清朝的第一次清准战争啊,那简直是完胜,谁想到啊,这阿玛萨纳还没有两天呢,他就先反了,驻扎在前方的西路军总指挥永长,你倒是冲到伊犁去平叛去呀,没有,这永长啊,带着自己的六千人,一下子就做了缩头的王吧,没和这叛军开一战呢,就跑到了巴里坤,这乾隆皇帝一听啊, 哎,这西路军呢,简直是给我散得性气了,于是二话不说,派了清差大臣,就把这个永长啊,要押回京治罪,这皇上还说呀,顺手啊,把这侧棱这小子也给我抓回来,他肯定啊,跟这永长是一磨子,幸亏啊,这清差大臣他查的清楚,给皇上奏报说呀,这里边啊,他没有侧棱的事儿,就这样啊,皇上才饶了侧棱, 这侧棱啊,不但没受到处罚,还走了一步好运,这乾隆皇帝为了平定阿姆尔刹那之乱,哎,授以这个侧棱啊,为内大臣,不但如此,还升任他为定席将军,成了这个缴腻的总指挥,那么说啊,这总指挥侧棱,在这个定席将军的任上干的怎么样啊,哎,咱们明天, 接着聊